今天给大家带来蜡笔小新最新一集 在家里开运动会 小新和广志在家里举办寻找东西比赛 可没想到最累的居然是美牙 由于是下雨天 幼稚园通知今天的运动会延期了 然而小新还在家里拿着空勺子不停训练着 无语的广志很是无语 当即就给小新安排上一颗大球进行特训 就在这时快递员送来快递 广志开门签收快递之时 小新颠着球溜出门外 此时的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与此同时四郎刚好路过 两人当面就撞得四脚朝天 广志只好将四郎带回家里擦干身体 接着小新就提议一起在家里开运动会 用勺子颠东西比赛 四郎一听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留下来蹭吃蹭喝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接着小新就先带领他们熟悉比赛的路线 看到几人要去二楼美牙赶紧出来制止 因为那里还晾着衣服 于是小新就改变路线要去卧室 美牙表示这里也不行 毕竟是私密房间外人不能乱进 随后得知要在家里举办运动会 看到他们几人坚定的态度 美牙也只好勉强答应 但是不能激烈跑动 要玩就安静一点 小葵也是这样认为 几人顿时陷入沉思 既然不能激烈跑动 四郎便提议那就把身体运动改成用脑子运动 当即就拿出纸条写上小卡片 只要翻开这些小卡片 然后把里面写着的东西找出来就可以 限时三十分钟 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最多东西的人获胜 说完美人就赶忙抽取一张卡片 刚开始美牙还很疑惑广志在寻找什么东西 下一秒楼上就传来逼出崩塌的声音 原来是小星惹的祸 此时他正在寻找砂锅 而四郎正准备上楼寻找痒痒痒痒 这时美牙下楼就怒斥四郎不能上去二楼 接着美牙就把砂锅拿给小星 然后把痒痒痒拿给四郎 而此时的广志还在翻箱倒柜 原来他正在寻找透明胶带 广志怎么也不会想到美牙居然把胶带放冰箱里头 接着小星就过来询问手电筒在哪里 然后就是四郎过来要拿章鱼烧的容器 不过这些东西统统在二楼 但二楼还在晾衣服不能让他们上去捣乱 美牙只好亲自上楼帮忙拿下来 还没来得喘上一口气 小星拆开纸条就要潜水进 接下来美牙就马不停蹄地帮他们寻找所要的东西 楼上楼下来回跑动 所有的东西都被美牙一人给找了出来 三人只能闲闲地坐在那里 最后就连藏起来的血真集都被找了出来 广志很是震惊 然而此时美牙已经被泪趴倒地 上气接不上下气 然而最后闲来无事的三人还吃上好吃的便当 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时 美牙可就惨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最后运动最多的居然是自己 感谢观看